好 另外上一集《生法力先锋》中 我们讨论了演艺人员如何通过自创公司 来处理各式各样的商业合约 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独家访问到了台湾的创作歌手 也就是倪安东 以及他的美国专属律师 揭露娱乐圈的合作运作模式 深邃的大眼睛沙哑了声线 台美混血歌手倪安东 自2009年从选秀节目发迹以后 便迅速成为许多少女追捧的新生代偶像 除了歌唱以外 他还拍广告 请问哪里有道地的美式咖啡 没喝过 倪安东 上节目 全方位发展让倪安东迅速在演艺圈站稳脚步 不过因为业务多样 需要处理的法律合约也越来越多 因此倪安东在不同国家 都有聘请专业律师 替他严格把关 要请一个律师帮我能看懂法律 要保护艺人的商业利益又受到保护 例如工作酬劳是不是合法又合理 好比如说做一个唱片 然后或是要有个秀 或者是拍一部电影的话 对他们的reward 他们的就是回报应该是多少 娱乐圈的合作关系千变万化 酬劳也比较有弹性 光是搭配方法就有好几种 全看艺人和制作公司的需求 可能一开始的薪水比较低一点 但他的royalty以后会比较高 或者是说可能是说 我们先出一个唱片 但是这个唱片公司 要guarantee你 还要再出其他的唱片 拿着吉他演唱 倪安东的另一项才艺 就是词曲创作 一手包办专辑中的许多曲目 因此合约中 他也特别在意 全艺金royalties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专辑出版以后 每当作品被其他平台使用时 都可以抽取一定的回报 因为有很多的频道 可以用你的歌 但是如果没有被追到 或被保护到 就会得不到那些 该有的royalties 有人付那个royalties 只是收到 就是怎么说 black hole 黑洞里面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艺人 都隶属于不同的唱片公司 享有唱片公司所提供的创作资源 所有合作期间出产的作品 唱片公司自然也会有份 律师表示 作品的所有权部分 也是要在合约上特别注意的 这个假如是属于唱片公司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说 什么样是属于唱片公司的 好比是说 这个期限 是20年 30年 然后或者是说 给唱片公司的话 是唱片公司来跟我的客人买 还是 我现在只要 我好比说 我只要有跟唱片公司合作的话 我做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的 所以这些我们要帮他们注意 翻开宁安东的专辑内页 发现其实他常常和不同的音乐人合作 无论是共同普逊 还是帮忙填词 激发出不一样的创作火花 不过为了避免著作权的纷争 宁安东一并拜托律师处理合约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虚的一个观念 是很难去到底放在字黑白上 到底怎么清楚的分配 如果是处理得很干净 有个律师处理得很干净 就不会有感情上的一些烦恼 就是we got the lord to handle it okay we're good high five next project let's go 正应如此 无论是尼安东 还是其他的华裔或者外国艺人 都会聘请专业律师帮忙分析 有关合约的疑问 以防落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让自己的演艺生涯可以不断冲刺 东三新闻马力亭 王翔玲 英红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东三新闻还有立峰事务所合作 推出专题报导 双法力先锋 下一集将介绍台湾老字号 面包店San Mary 如何利用工作移民 把台湾的师傅移民到了美国 制作出原汁原味的台湾面包 精彩节目敬请锁定 和表面包市华 并将二上千元 并将到了美国 中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